好,可以看 吃吃吃,已經開始了啦 好了,我們介紹這個 介紹這個 畏畏異品 真味 原汁真味 你這樣看就知道,我列就好 畏畏異品,原汁真味 牛肉麵 對,開箱 這個出了很久 出了很久 它比較 調味本比較少 味道是比較 就是 原汁的那種感覺 看裡面 其實很多都換 那個紙包裝 保麗龍的 你覺得紙包裝比較好 保麗龍比較好 這個 一包 還有那個 牛油 它的粉 它的粉是比較小包 所以說,其實味道應該都著重於這個 它面體是這樣子的 很傳統的東西 OK,暫停吧 好 OK,三分鐘了 三分鐘了 我料理包先用熱水燙的 然後先試一下看,裡面是長怎樣的 三分鐘 裡面是長這樣子的 我把它拉一拉是這樣子的 其實看起來很清淡 沒有什麼調味 所以這個 重點還沒放進去 那種 它的調味粉 粉包是比較 沒有著重於這個 重點是料理包的那個 所以這個 這個我吃的感覺是覺得 比較 比較好一點 不會像那些都是 料理包 都是粉包的味道 油包的味道 有點難吃 來 這本身不是很好吃 看肉有七大塊 這試不好 有可能就是味 你要捏啊 你把它捏出來啊 不要啦 不要把它弄 我說從外面把它那個捏出來 不要不要 不要把肉破壞掉了 其實我是覺得 這個泡片那個肉最多了 是嗎 真的 我有比較過 原子真味牛肉麵 這個 這個變那個 我們數一下 那個泡 那個肉都知道 來看一下 真的啦 其他 其他 其他那些很燙的 什麼 那個 麻辣鍋牛肉麵 什麼都 其實它的肉沒有像它這麼多 真的 這研製的 它肉蠻多的 你看 它有半徑半肉 是不是 所以我蠻推 就這一碗泡片的 它雖然名氣沒有像 它名氣沒有像 那個 像那個 統一的蔥燒牛肉麵 或是麻辣鍋牛肉麵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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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個牌子的 那個 另外一個牌子 忘記了 那個什麼 什麼那個 它的料蠻多的 忘記了嗎 就是那個 我們那天吃的那個什麼 花雕雞麵 對 花雕西片西葉 OK 就這樣看 我們剛剛有拍過 那個 它其實肉蠻大塊的 肉蠻大塊的 它就是味道比較 原汁的感覺 味道還蠻不錯的 所以蠻推這一碗 我們吃它的肉 肉蠻大塊的 吃它的肉 半斤半肉 你看 嗯 好吃 喔 這次又比較軟 可能是我上次那個用太冷了 所以這個料理包用熱水加熱 那個肉就會比較軟 所以那整體感覺 嗯 我覺得 這碗麵 蠻好吃的 蠻推這一碗的 這碗是 目前試過 我覺得比那個 那個 花雕西 雞麵那些系列 還好吃 因為它比較原汁的感覺 而且肉蠻大塊的 對啊 所以 很久一天的牌子的話 老婆 我們上次那個 吃那個 一樣這個牌子的 那個 那個 框肉麵 哇好吃到爆 那味道好香喔 真的很香 我們下次再拍那個 那個 那這個 好吃 沒話講 OK 好 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OK 掰掰